胡鬼闹宫廷啊,周王自从得了滚娟之后,他可真有点喜不自胜了,他心中暗想,寡人朝中居然有这样的能人,这滚娟不单长得美貌,善解人意,而且能歌善舞。 你说,填个词,谱个曲儿,配个气儿,嘿,样样精通,周王啊,就让这滚娟在宫里边这些公俄才女之中挑选些个有那音乐戏泡的,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么一个昭月乐团,就临时起这么个名吧,由滚娟负责, 哼,这滚娟啊,这卖力气啊,整天把这个周王根打击啊,哄的是神魂颠倒,宫廷里边一天到晚,咪咪之声不绝于耳啊,这个皇帝啊,更没心思临朝问证了, 啊,他荒添酒色,把文武百官给愁着呀,只落的是往朝廷而兴探,有多少动本的大臣,你不是动本吗? 啊,就往这个朝房那儿一放,也没人看这本,也没人理这茬儿,把这个上大夫梅伯呀,给急的是坐卧不安啊,他掌握了好多情况,要向天子秉奏,但是他见不着啊,这个梅伯,还有那位杨润大夫,虽然他们都官拜上大夫, 但是呢,他们跟一般的上大夫还不同,他们是建议大夫,就是说,掌握了些什么信息呀,知道些什么情况啊,甚至于包括民间的一些个小事啊,传说呀,他们只要觉得这个事儿得通过皇帝,那就来秉奏。 这哥这往日啊,是很平常的事情,怎么平常的天子秉临朝,问问有本早奏,无本三朝,这时候这个建议大夫,要是掌握什么情况,当面就说了,可这回不行啊,各月七成看不见皇上的面,虽然掌握好多情况,没得说去呀。 上大夫每回,哎,到这儿来,就这位梅先生吧,都要坐这么一上午,中午啊,回家吃饭,哎,点图官黄门官呐,看着都很同情,梅大夫,明天您别来了。 怎么呢,那么天子又没功夫儿,问政声嘲,您说您每天在这儿做这么一上午,我们都替您启迪,尤其啊,有时候我们看,反正饭都耽误了,哎,没播一听,那都是小事情。 哎,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要管我,我每天都带着干领来,这位大夫是真干哪,啊,他刚要下班,想离开朝房,哎,梅博一抬头,看房眼里那儿站离人,急得也是来回直走。 梅博大夫一抬头,梅博一抬头,梅博大夫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青天剑,杜元贤,哎哟,这不是杜大人吗?哎呀,大夫,您刚走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哎,杜元贤叹了一口气,哎,您有时间吗? 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梅博一听哟哟哟,来来来来。 他伸手把杜元贤 给拉进了巢房 给倒了杯水 别着急 您坐下慢慢说 哎呦 这位梅伯大夫 很尊重这位杜元贤 那当然四天剑 那是善观天象 判断极凶的人 四时变化 水涝旱灾 他都知道 来来来 你慢慢说 杜大人真是有些话 早就想跟这个梅伯大夫说 他也知道啊 梅大夫每天 在这儿做班 那么他怎么不来说呢 他犯犹豫 这杜大人要说什么呀 就是上次 云种子来觐见 发现这个宫廷的妖气 杜元贤也发现了 但是呢 他可没有 那位大罗金仙云种子 看得那么深 那么透 那么明显 他也觉得呀 这个宫廷里的 这个氛围呀 不对 但是他不敢说 今儿个呢 实在是 绷不住了 这是自己的责任啊 天子听不听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三次动本 想求见赵王 那么君臣见了面 他把他知道的 掌握的 还有些什么想法 一股脑儿 跟皇上说说 那么赵王看见他的本章没有 本章的事他知道 但是他一字也没看 他也不愿意搭理 这个杜元贤 为什么呢 他能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 哪刮大风了 啊 暴雨成灾 哪个河道 开了口子了 开了口子就派人去 把他堵一堵 不就完了吗 这也至于惊动我吗 他就是个观天象的嘛 所以说王没拿掌回事 这个杜元贤就觉得挺憋屈 这我没尽责呀 今儿就把自己的想法 一股脑儿都跟这位 梅伯大夫说 梅大夫这么一听 你也看出点门道了 哎呀 先生 不是门道啊 确实啊 这个宫廷深处 有这么一股子光气 这光也挺昏暗 而且呢 那气呀 也是一股邪气 哦 那你怎么不上本呢 哎呀 我三次上本 天子他不理我呀 你来得正好 说的事啊 梅伯大夫把胸膛一挺 走 我领着你 咱们见皇帝去 啊 杜元晓一愣 先生 咱上哪儿见去啊 哎 寿仙宫啊 哎呀 那个不是你我去的地方啊 我知道 哎 到寿仙宫 只有这么几个人 一个是首相商隆 再有太师文仲 还有亚乡笔端 公子起公子眼 两位王爷 盛夏呀 别人都没资格 但是 你说的这个事太重要了 我也听说了 那天来的那位仙长 一番好意 在皇宫这儿 进了一口宝剑 结果呢 说这宝剑 把这个苏贵人给吓住了 皇上把这剑给焚了 我正想动本呢 我跟你一样 也见不着他 那么现在你也看出点 毛病来了 那这可不能不说呀 怎么 你也不说 我也不说 大家全都这么不言语 等太师文仲 班师回朝那天 那非跟咱们急了不可 怎么 我出兵之前 我怎么拜托的主公啊 啊 你们这可得好啊 一个个全大撒手 哦 皇上 荒淫酒色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国有正臣 人有正有啊 国无正臣 不称其为国 正臣是干嘛的呀 就是敢于 在君王面前提出意见的 甚至提出不同意见 更进一步说 就指出你君王的这个缺点和不足 要不怎么叫正臣呢 那么人有正有呢 就是说你交朋友啊 真正能交这么一两个 知心好友 随时能指出你的缺点和不足 那才叫朋友呢 一天到晚惹惹打大伯 臭吃臭喝下乐了 那叫什么朋友啊 要不怎么说交臂良友呢 所以啊 梅伯今天跟这个杜南显 是极头白脸的来找皇帝 这王爷听乐了 他乐什么呀 乐这个梅伯 这人也够酱的啊 他仅在跟这个首相商戎学 一天催我好几遍 让我上朝问政 今儿可得好 还带一个来 把秦天殿 杜元贤给带来 好 寡人见见他们 选 哎呦 两位大臣一听啊 非常感动 天子能见我们一面 进的殿中来 贵岛十里三拜九寇 山湖万岁 哎 行了行了 这王白白手别嚷嚷了 平身平身 我说 给他们俩坐 这俩不敢坐下 我们哪有那资格呀 在天子面前大不大样坐那 美博上前十里 气揍万岁 秦天殿 杜元贤 有本章 秉奏 哦 周王 周王微微一笑 难得今天周王天子的脸上 有点笑模样 周王觉得可乐 怎么 你要说我手底这帮大臣不好吧 还真冤枉他们 你瞅着一个个多执着呀 好了 你们俩人谁有本都行 你说吧 什么事 杜元贤哪 没敢直接秉奏 他就瞅着美博 美博只着急呀 着什么急 心说你看着我干嘛呀 你不是三次动本吗 现在见了天子了 你倒说呀 杜元贤想说 但是呢 他心里直秃秃 害怕 心说我说出这话来 皇上能爱听吗 所以他犯和计 周王一看 哎 我说二位爱听 没事 你们要见寡人 寡人把你们叫到面前来 你们说有本账 让你们禀奏 你们要说话呀 杜元贤敢瞒功身万岁 臣不敢冒奏啊 哎 这时美博呀 也瞪了这杜元贤一眼 心说你有什么可顾忌的 你不是三次动本吗 你就把你本账那些事说说 不是就得了吗 那么杜元贤干什么这么犹犹豫豫的 欲说又止呢 也难怪他不是云中子 那么潇洒 那么自如 站在皇上面前 打得咧咧 人家早就说了 我是出家人 上不拜天子 下不业功卿 杜元贤不行啊 所以 每遇一件事 他得合计好几遍 当讲不当讲 怕冲撞了天子 现在他一看 皇上有点生气 梅伯大夫也直着急 自己不能不说了 七多万岁 臣也发现 这宫中啊 有一股妖气 啊 这王刚才啊 还觉得很可笑呢 同时他还想过 我满朝文武啊 确实不错 可能他们有些什么 心腹话要跟我说 这也挺难得呀 现在我也没什么事 就让他们叨唬两句吧 爱听呢 我听一会儿 不爱听 轰出去就得了 现在一听杜元贤这句话 这王可有点火了 怎么他刚把这茬撂下 那云中子进剑本来把他气了 就因为那把破陶木剑 啊 吓得苏贵人大病一场 不是因为这妖气引起来的吗 你说什么 你也发现过这宫廷之中 有妖气 呃 正是 这王强压怒火 梅婆 呃 万岁 你看出什么来了 梅婆一听 敢囊饼奏 起作万岁 臣 什么也没看出来 我比不了杜元贤啊 他官拜 青天剑 他一天到晚啊 专职工作 就是看这些事 啊 周王点了点头 杜元贤 臣在 你这个本事是从哪儿来的 是不是那些 进宝剑的那个云中子老道 交给你的 不是 哦 哈哈 好啊 既然不是 说明 你有点真本事 梅婆 微臣在 他说这话 你相信吗 这梅婆呀 是个正直君子 说话不会拐弯 同时他也不怎么合计 周王这一问 他敢忙供首师里 万岁 微臣同意 杜元贤所讲的 这些妖气 嘿 周王一听好 那我再问你 杜元贤 你从什么时候 发现宫中 有这么一股子不正的妖气 杜元贤一看 梅婆大夫 对我可挺够意思啊 啊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拉着我的手 来到寿仙宫见天子 那么既然已经来了 就怎么想着 怎么说吧 啊 现在害怕也没用了 是只能进不能退啊 即便都说出来 我想万岁也不会给我们定什么罪 说的不对又能怎么样呢 杜元贤正想着呢 这王一问他啊 啊万岁 您问我什么时候发现这股妖气啊 那就是苏贵人进朝之后 说自从您纳了妲己以后 那么宫廷之中这股妖气就出现了 呵 这王左手一扶桌 啊 扶一挺身站起来 他把右手的袍袖这么一卷 什么意思 他真想 隔着这个龙书岸 轮圆了给这杜元贤呢 来个大耳雷子 他要扇他呀 啊 这王可没这么做 他虽然站起来了 扑通一下他要坐那 好好好 既然你杜元贤 看得比那云中子还高 啊 万岁 臣 高不过 那位仙人啊 行了 你甭客气了 好 既然你说 宫中这股妖气出现在苏贵人进巢以后 我呢 刚说的事刷啦一下 后边龙莲一卷 达吉他里边出来 方才这俩大臣所秉奏的这些话 这位达吉贵人 疑似没落 全听见 他听见居然敢出来 怎么不敢呢 您别忘了 梅伯大夫也好 钦天见杜元贤也罢 他们都是大活人啊 那达吉在他们面前 那仗义多了 另外达吉是狐狸精啊 他可不是那郎外婆啊 站在门口那儿 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 他早就不是那位苏户之女苏达吉了 他这天年狐狸精 他要一高兴啊 把这些大臣们一天点不个仨俩的 那跟玩似的 不过他不敢越轨 因为他怕见了这位女娃娘娘 没有法她交代 所以啊 他还控制着自己呢 至于今天来见见这个梅伯和杜元贤 那根本是小菜一碟啊 倒把周王给吓了一跳 怎么你可这这 哎呀 没想到 我这位美人会如此之大度 啊 看座 达吉坐在那儿 不仅坐下了 还直在这个皇帝面前 给这两位大臣美颜 说万岁 您朝中有这样的直见之臣 十分可贵啊 臣妾倒想要和他们见一见 谈一谈 我想让这位杜大人 不妨看看臣妾我 是不是宫中这个妖气 是我呀 从冀州带来的 周王一听 颜值有了一样 说话的同时啊 周王是不错眼珠的 看着这大忌 他在看什么呀 他也学没这妖气的 哪有妖气啊 这不是好端端一个 绝代的美人吗 啊 呃 我说 他刚刚说杜元贤 没博 你们看见了没有 周王一看呢 嗨 这二位大臣惨了 怎么 书扑在地呀 脑门子顶着地 不敢抬头啊 这王子饿了 你看看 刚才 你们不是还神气十足呢吗 特别是你杜元贤 啊 你作为一个亲天见 亲眼看出来 宫中有妖气 现在 苏美人出来了 让你们正儿八经的看看 你怎么倒不敢抬头了呢 哎呀 杜元贤 怎么敢抬头啊 作为一个臣子 啊 见到娘娘 那只有眼观 逼逼着口口温馨呢 在地上那趴着 又当着皇上 死白脸 学没娘娘的吗 你想要干什么呀 周王理解 杜元贤 梅伯 你们平身 两位大臣站起来 周王指了指杜元贤 你给我看一看 看一看苏贵人 苏贵人自己说的 他是不是由冀州 把妖气带进了宫廷 你只要给我看清楚了 寡人不但不怪罪名 而且 有赏 你给我看来 你不用顾忌 我恕你无罪 杜元贤听着这耗 用手轻轻一缕胡须 他正眼立色的 打量了打量 苏是打击 不由得这位青天贤呢 登登登 向后倒退了几步 险一险 栽倒在地上 周王一看 怎么回事 啊 你晃晃当当的什么毛病 哦 周王明白了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你看出来苏贵人头上有妖气 再一种情况 苏贵人根本就没有妖气 是啊 我这个美人的这个美 把你给美晕了 准这么回事 杜元贤 杜元贤 你看他怎么样了 赶快走来 杜元贤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气揍万岁 这妖气 就在苏贵人的 头上 嗨 嘿 气子就往抬腿脚 咔嚓 把龙叔案踢翻了 吩咐殿前武士 将此逆尘 神魂锁网 推出武门 金挂 几顶 且慢 梅伯大吼一声啊 他站起来了 万岁 杜元贤乃是我朝 两代忠臣 至世之忠良 观拜四天见 秉正之言 何罪之有啊 何罪 周王活了 好你个媒博呀 啊 杜元贤刚才说什么 你没听见吗 我看他 与方氏私通 妖言惑众 当面辱君 欺君往上 按律当斩 你敢与其说情 寡人将你 与他一同治罪 吩咐武士 推出武门 把这俩一块 都给我记咯